健保署公布最新醫院財報 而其中最賺錢的醫療體系是長庚 尤其林口長庚年賺七十二億最多 連續四年居冠 而全臺有二十九家的醫院是虧損的 其中以亞東醫院虧損超過四億最多 民眾如果生病不舒服 只要拿健保卡到醫療院所 就可以掛號看診相當便利 健保署公布最新醫院財報 一百零八年度全臺兩百二十三家院所中 最賺錢的醫院為林口長庚醫院 一年盈餘七十二億多 其次是高雄長庚五十九億多 臺大醫院二十四億多 桃園長庚二十一億多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十九億多 而林口長庚醫院也已經連續四年 纏連最賺錢的醫院 健保署表示各醫院的結餘和虧損原因不同 例如長庚醫院獲利主要是鼓勵分配 不過仍有二十九家醫院虧損 其中亞東醫院虧損四點三億元居首 其次是府大副醫 嘉義長庚 中醫大新竹分院 以及新樓麻豆醫院也都是虧損狀態 大部分原因是來自於他的醫務的部分的一個虧損 不過也有像府大還有像中醫的大新組 他們也是在他們也是醫務收入有虧損的部分 那這部分是屬於新成立的醫院 根據健保署統計 全台223家院所108年度領取健保金額達四千四百三十八億元 佔健保總體金額的百分之六十六 健保署強調 今年一併公佈各醫院的互病比 希望醫院在賺錢情況下可以將盈餘用於調整 醫務人員薪資等各方面提升病患照護品質 記者廊士明 蔣隆翔台會報導